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咱们今天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其中全会公报发表 透露出习近平是否连任的重要信息 我相信看过公报的朋友 只要有勇气面对现实的话 基本上应该能够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其实今天谈的第二个话题更加重要 就是针对半导体行业 美国商务部发出了大招 全方位的封死了中共的半导体行业 大家知道在一个科技领军的时代 没有了高科技 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但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研发能力 至少他还可以从美国 或者是其他别的国家购买科技产品 而中共在这方面已经被封的没有退路了 这个甚至可能会让中共被动的闭关锁国 但是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会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么在今天正式说新闻之前 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候 不要错过我们第一时间的深度分析 首先咱们先说第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七中全会 七中全会的公报终于发表了 我在10月9号的那天节目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在七中全会结束的时候 从公报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 谁会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这个现实是很残酷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面对现实的话 我们也就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 以下我跟大家说一点点关于公报的部分内容 其中说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这一句话基本上定下调子 后来以后的这些内容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夸习近平 怎么领导友方 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政治是把香港一国两制搞死 也会被说成是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有效实施的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是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所以整个这个公报的调子完全都是颠倒黑白 所有的那些损失 所有的那些崩坏 所有造成习近平造成的烂尾 全部都变成了习近平的成绩 公告中还肯定了习近平的防疫政策 肯定了六中全会通过的 确立习近平历史地位的 所谓那个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然后呢把这个战狼外交四处树敌 变成了所谓习近平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所以整个这个公报呢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在表扬习近平啊 而且是在肉麻的表扬习近平 所有的一切这个习近平造成的损失的话 全都变成了他的成绩 大家注意这一段哈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公报的原文 公报中说全会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 五年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成就 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 所以总而言之的话 还是在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 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历史贡献 下面就是重点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达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段话的话 其实讲的就是两个确立 第一是确定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第二是确定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个呢就是两个确立 然后后面讲说 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所以两个维护现在也出现了 所谓两个维护的话 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和习近平这个思想的指导地位 然后说这个重点 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拙力奋发勇意前行 不拉不拉 我就不念了 所谓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意思是说习近平是党中央 而且会继续是党中央 这就是为什么要更加紧密的 团结在他的周围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全都提到了 所以这其实已经说明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会继续干下去 我前面呢曾经说过哈 我说这个七中全会呢 这个他的公报 实际上是相当于党的 第十九届党中央的决议 也就是说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呢 就是第十 就是这个党中央的全会 就是党的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 就是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来决定的这个调子啊 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啊 然后呢 要继续团结在习近平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实际上的话 就是一个党中央的决议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在以前做节目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 就是当这个公报 一旦发表之后 无论如何 二十大的党代表 他们都无法推翻这个公告 不管是这个二十大的党代表们 包括中共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们 如何的不满 他们不敢否定其中全会的公报 除非他们真的要搞政变 而且他们有实力成功 因为推翻公告的话 其实也就意味着搞政变 也就是说反对党中央啊 这个这个反反对党中央的决议吗 就是反对党中央 反对党中央的话就是反党啊 反党的话就是分裂党 这些常委元老们 根本就不是什么谣言制造者 嘴里边的定海深圳啊 他们只是只能够成为 新一届党中央的应生虫 所以第二十届这个二十大开会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用 对习近平的是否连任 再抱有什么怀疑啊 基本上来说 真的就除非是习近平身体不行了啊 或者说习近平被雷 突然间被雷打死了啊 一个雷劈死了 如果不是这种小概率事件出现的话 二十大习近平连任的话 真的是不会再有什么悬念了 那么很多人呢 在这个习近平一定会连任之后呢 已经把关注的焦点 放在了谁会做总理上 路透社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汪洋呢 会接任总理 给大家看一下 说这个中国的自由派汪洋 可能会被视为 有可能在这个 就是潜在的这个总理的进任人 这个详细的内容 我不需要跟大家去 这个去一点点跟大家讲了 就是很多的西方人 他们西方的媒体 包括西方的一些政客的话 他们可能还是希望汪洋 能够接任总理啊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汪洋是改革开放派的代表 是自由派的代表 那么一种解释呢 就是说有人说 为什么汪洋会比胡春华 更有资格当总理啊 一种的解释 就是说汪洋在党内的排名 比胡春华靠前 一直到今天为止 胡春华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而汪洋已经是常委了 所以他们认为 后面来的人呢 像胡春华一旦就是进入常委的话 他大概也只能 比如说排在第六第七之类的 这样的位置啊 那么他就不应该去 在这个行政序列上 跑到汪洋的前面 那么其实呢 我倒认为啊 其实到今天 我仍然认为胡春华 比汪洋当总理的可能性更大 大家可能还记得哈 在十八大之前 汪洋和薄熙来呢 曾经有过一次争论 我记得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 就是薄熙来还没有 这个出那个事之前啊 就是当时还在重庆唱红大黑 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曾经跟汪洋有一个隔空的争论 这个争论呢 就是关于做蛋糕 还是分蛋糕的问题 薄熙来是希望分蛋糕啊 就是把什么企业家都当成黑社会啊 把他们的这个企业没收 人关到监狱里面去 然后呢 把他们的企业的钱啊 分给底层的民众 其实是被薄熙来自己拿走了啊 民众并没有享受什么太多的好处 那么薄熙来的分蛋糕呢 也就是诉诸于民粹主义 汪洋的话呢 则是希望把蛋糕做大啊 这样的话 底层民众自然也会分到一杯羹啊 也就是这个改革开放派的思路啊 或者改开派的思路 那么汪洋的这种思路 跟习近平是否合拍呢 我们从习近平不断的讲 所谓的共同富裕 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在经济领域 习近平的思想 更倾向于跟薄熙来差不多啊 甚至比薄熙来还要左 就是更倾向于分蛋糕 而不是做蛋糕 所以呢 在经济政策上 汪洋跟习近平理念不合啊 这个 如果要汪洋 这个就是 跟习近平理念很合的话 他有可能会做一些更 就是说更高级的 这个更靠前的一些官位 更重要的官位吧 但是汪洋呢 实际上去政协做了冷板凳啊 就做了这个政协主席 那么是不是胡春华 没有办法超越汪洋 做这个政府总理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啊 因为汪洋是可以做人大委员长 这也是一个月以来 我一直在预测的 一个人事安排的版本 因为人大委员长 在中共的党内排名中 有可能会排在总理的前面 当然也可能在总理的后面 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 李鹏就是人大委员长 而李鹏当时的排名 是在朱镕基前面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 这个事呢 我觉得关于胡春华 还是汪洋当总理的话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胡春华会啊 但是这个事 我们再过一个多礼拜 就会知道答案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猜测吧 但是其实呢 就是说虽然大家对这样的猜测 很有很感兴趣 觉得很好玩啊 但是呢 它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继任的总理 不管他在这个经济问题上 持有什么样的主张 他也不能够再像朱镕基 或者是温家宝那样 做什么自主的决定了 因为习近平的一切都卡死了啊 就是说朱镕基跟温家宝 他们都侮辱 更不用说是胡耀邦跟赵紫阳 时代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度了 其实说到这儿 我倒是想插一句话啊 就是1989年那场运动 如果晚十年 不是1989年 而是1999年的话 也许就会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 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这些共产主义制度 它的奠定 东欧就不说了啊 它是苏联移植过去的 苏联当时呢 在发生89年那个巨变的时候 已经距离当时这个苏联的建立 过了70多年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老一辈建立苏联的那些人都死了 像列宁也好 斯大林也好 甚至斯大林的继任者啊 像什么伯利日涅夫啊 安德鲁波夫啊 七二年科都死掉了已经 而对于继任的那些技术官僚来说 第一他们和列宁斯大林没有血缘关系啊 苏联解体 他们没有祖坟被刨的那种担心啊 或者是伤心 第二的话呢 他们毕竟没有真正打过仗 动用军队还是很难下决心的 所以如果89民运不是发生在89 而是发生在1999年的话 邓小平死了 陈云死了 王震死了 是吧 陈云是95年死的 王震是93年死的 好像是 邓小平是97年死的 这批人都死了之后 技术官僚 即使是像江泽民这样的人 恐怕也不敢动用坦克镇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中国的当时的这个民主 就是我说这个民运 如果是晚十年的话 真的有可能成功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只能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结束 这个习近平呢 其实我觉得他恐怕是赶的 就是动用坦克 但是呢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被这个共产党败坏到 不愿意大规模的为了公理和正义 站出来的地步了 所以说这个 要想再重新出现八九那样的事情也是很难出现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非常值得深入的讨论一下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今天也没有时间深入讨论了 真的是也很想讨论 就是其实党内反对习近平的人很多 包括改开派 江曾这个血债帮 是吧 包括腐败的官僚 其中也不乏曾经手握实权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面对习近平的连任选择了坐以待毙 或者说束手无策 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觉得这两天新闻事件实在太多 我们必须马上要讲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事咱们 等到新闻稍微少一点的时候 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事 刚才说的这个政治话题 因为是很多人关心 所以放到前面 其实今天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比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二十大重要的多 因为二十大他只是习近平连任 按照过去的惯性往前走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这个转折性的事件 其实也不是今天发生的 其实是五天之前发生 但是今天是一个坎儿 为什么是一个坎儿 我们一会儿再讲 中共现在它的外交环境 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的恶劣 美国的白宫最近发布了一个49页的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 是一项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南 把中共定义成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而且要说 这个为了有效的跟中共竞争 这个美方应该采取什么什么行动 尤其是在台海的问题上 坚决反对这个就是 中共单方面的去改变台海的这个现状 这个是美国对中共 把中共视为最大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挑战者 这个是美国方面的态度 然后呢 这个昨天的英国的卫报 也发了一个报道 就是现在英国的首相特拉斯 他呢 日前下令修订由约翰逊政府 就是Boris Johnson制定的 叫做安全防务发展和外交综合审查的报告 把中国的定位 其实应该是说把中共的定位 从原本的制度性竞争者改为威胁 就是说过去中共只是一个competitor 或者说是一个rival 是一个对手 是一个竞争者 但是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threat 就是变成了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这个你会看到跟美国的这个定位 也是非常合拍的 他们不光是只是在口头上做这样的一个表述哈 这些定位的改变 意味着整个对华战略的改变 然后呢 日本首相安天文雄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候 这个这个专访的时候 也提到说 有鉴于东亚安全环境日益严峻 他将全面重新审视日本的防卫能力 然后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日本很快就会重新军事化 废除和平宪法 重新军事化 去应对中共的挑战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日本也好 其他别的国家有的不支声啊 但是其实都在做相应的类似的事情啊 就是把中共视为一个威胁 虽然美国没有说把中共等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 而且呢 说他们不寻求新的冷战 但是实际上 美国所做的具体决定 可以说对中共来说是招招致命 10月7号的时候 美国放出来一个大招 我刚才看有人发这个短信说 这个就是方面写那个评论的是说 不要老说美国放大招放大招 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呢 对于中共半导体生产和研发来说 可以说是一朝所候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原文 这个文件的原文其实也不是这个文件原文没有完全的公布 就是现在可能还是在咨询期间 但是呢 美国的工业与安全局 就是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工业安全局呢 发布了一个四页纸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实际上有点像给媒体看的 这个里面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对中共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的话 进行全面的控制 这个报告一共是四页纸 这个我们不可能一一给大家去念 每一条每一条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给大家画一下重点 这个重点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CNBC的报道 CNBC的报道的话画了三个重点 他说美国实施了一个从来前所未有 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芯片出口的限制 这种限制的话会让中共的半导体野心 被彻底的遏制住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CNBC呢 对这个美国商务部这个报告呢 就是这个这个新的规定呢 做了三点解读哈 他说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出台了全面的规则 Sweeping啊 他用的是应该是用的是Sweeping吧 我记得好像他刚才 呃OK先不管他了 没看到那个关键词 他说呢 这个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个全面的规则 只在切断中国 应该说中共啊 获得或制造超级计算机关键芯片和组件的途径 这个事儿大家如果只看字面的话啊 他确实是这儿有Sweeping啊 这个事儿如果大家光看这个字面的话 可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 他禁止中共获得先进制成的芯片用于军事目的 或者是用于人权迫害 呃如果你要看那个就是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的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报告的话 里面就讲说 中共利用美国的这种技术 对民众进行监控和人权迫害啊 所以我们要把它啊 就是停掉 当然就是说 你这个芯片出口到中共这种先进制成的芯片 到底是军用还是民用这是很难分开的哈 因为算力无论是放在武器上还是放在民用的计算机上 你是很难分开的 所以呢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报告就是这一次这个商务部的这个禁令 凡是涉及到算力啊 就是computing那种那种能力啊 就是计算能力的 涉及到纯储的就DRAM就是这个或者我们说计算机内存 还有就是闪存啊 闪存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USB drive啊 或者是那个固态那个SSD 那个就是呃 叫hard drive啊 那种硬盘等等 这些芯片的话呢 全部禁止出口到中国 大家知道计算机里边 如果你要是没有算力啊 没有CPU 然后的话你没有存储器啊 没有DRAM 你没有外存啊 没有这个hard drive的话 你这个计算机就废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出口规则呢 就是说突破了呃 就是一些限制 就是限制就是说不光是你不能够使用美国的技术 如果你使用的设备中包含美国的技术 美国也不出口给你 所以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现在的他的这个禁令的话呢 不光是对于美国的技术要限制 其他别的国家 哪怕你就是说是在比如说荷兰啊 或者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啊 日本韩国 你只要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你就不能够把这样的芯片出口到中国 呃这个这个芯片的生产的设备出口到中国 所以这一下子就把中共这种 所谓大连钢铁式的大连大发展芯片的那个 那个那个呃 野心的话呢就给扼杀了 呃实际上呢 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说美国的禁令中呢 还有一条是特别厉害的啊 这条禁令的话呢 是在他的第七条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他的原文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 restricts the ability of US persons 大家注意这个词啊 us person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r production of ICs at the certain PRC located semiconductor fabrication facilities without a license 什么意思呢 他说要限制美国人 大家注意要限制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的话指的是美国持有美国公民身份 或者持有美国绿卡身份的人 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进行研发啊 进行生产 所以这个话 大家可能光看这个表面的话 可能还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所有给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啊 帮助中国比如说安装生产这个芯片生产设备的 呃 所有这个就是帮助中国人 比如说这个进行这个 比如说软件的咨询呢 或者是其他别的方面的咨询的人 全部继续去停止对中国的支持 这个杀伤力是致命的 所以呢 就是他实际上这个这一条规定的话 是强制在10月12号这一天以前 就是今天是10月12号 强制在10月12号之前 所有在中国半导体制造企业的美籍的人 不管你是管理人员 还是实际的工程师啊 还是研发 还是知识人员必须全部辞职 所以就是这就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哈 就是10月12号 所有的在中国半导体制造企业 像什么中芯国际啊 什么长江存存储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 所有的美国人全部走人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啊 这些人他们不用说在中国待着 就是在美国 比如说通过电话的方式去咨询 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能再回答 这就是美国商务部的这个禁令 而且我刚才讲了哈 不光是这个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人 你只要你的设备中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那么你就不能够向中国提供服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哈 这张图的话呢 实际上是阿斯迈管理层 向这个所有的他们的员工发的一个 一封信 这封信里边就提到非常明确的提到哈 说effective at midnight tonight 这是就是指的是 这是12号的时候发的哈 说在今天午夜之前 所有的美国的雇员必须refrain啊 就是控制自己 既不能够直接的 也不能间接的再提供任何服务啊 包括这个就是运输啊 也不能够提供任何的支持 to any customers in China 对任何在中国境内的那些这个客户的话 都不能够再提供这样的支持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阿斯迈是什么公司 阿斯迈的话是生产光刻机的 任何一个芯片 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尤其是14纳米以下制程的芯片 如果你不用阿斯迈的产品 你就没有产品可用 因为阿斯迈他这个在14纳米制程以下的话 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一百的施展率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就是现在在这个中国芯片企业中 大量的美国绿卡和美国护照的持有人啊 都不是大量全部啊 辞职走人 而且即使是你购买了美国的设备 假如说这个呃 人家运送给你了啊 其实人家也不运了啊 就是哪怕是你以前签了合同付了钱 人家只能退款 他也不会把设备运给你 运给你的话你也不会安装是吧 而且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设备中 他不光是有硬件还有软件 而软件的话还有一个license的问题 就是有授权的问题 如果禁止中共使用的话 你这个买了硬件 完了之后不给你软件用的话 你的硬件就是一堆的废铁 所以这个的话 等于是美国对中共进行了全面的高科技禁运啊 就是说以前别的禁运这个禁运那个禁运啊 什么飞机啊啊什么武器啊什么其他什么通信设备 什么之类的 任何一个现在这个重要的工业领域的话 没有芯片就什么都没有 而美国的话 掐的就是你的芯片 呃 美国还有大杀器 人权是否应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啊 这是当时这个做的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链接的话 我现在贴在了我这个视频 现在这个视频描述的下方 我当时在2019年6月份 就是两三年半之前 提到美国对中共封锁的四大杀招啊 第一大杀招的话 就是打破中共的互联网封锁 让民众能够自由的获得信息 第二大杀招就是公布 并且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贪官的财产 就中共贪官在美国财产全部冻结 然后的话呢 将来交给 等到中国走向自由之后 还给中国人民 第三点的话 就是高科技禁运 第四点的话 就是把人权和贸易挂钩 这一次呢 我非常高兴的看到 美国商务部 今天这个芯片的 关于这个这个半导体生产的这个决定呢 正在把我说的第三条高科技禁运 和第四条人权与贸易挂钩 因为它封锁这个芯片的一大原因 一大理由就是 中共在利用美国的技术迫害人权啊 它是把第三条跟第四条变成了现实 有人说你 你就是个反贼 是吧 你就是个恨国党 我这里说的哈 必须要明确 把中共和中国要分开 这里是对中共的限制 而不是对中国的限制 中国人民如果想获得这些技术很简单 那你只要结束了中共邪教的统治 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话 这个禁令自然就会解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我想说的是 习近平现在他维护统治靠什么 共产党维护统治靠什么 其实靠的就是高科技 无处不在的监控 几亿个摄像头 大数据的收集 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 人工智能等等 如果美国对中共进行高科技进印的话 用不了几年 中共的这些监控设备 这些大数据 这些什么人工智能的话 就都会失效 中国自己造的计算机系统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支持这样的大数据 我知道很多人的话 他们都在这个极度讨厌动态清零 是吧希望这个习近平赶快下台 可是你知道动态清零 如果没有背后的科技知识 没有什么健康码 形成码 没有背后的大数据的搜集和随时的计算 知道你是不是这个这个进行了核酸检测 或者注射了疫苗 没有大科 这个就是高科技的这种数据搜集 不知道定位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某某人进行时封伴随 你想中共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 还能够实施吗 他根本就没办法做了 等于是 也就是说 如果高科技这方面不能够给中共提供足够支持的话 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监控和限制的话 其实也就瓦解了 中共过去限制的话 靠的是什么警察呀 靠的是什么 这个中共的那些特务啊 什么之类的是吧 靠着什么什么居委会进行限制 这些人谁给你好好干活啊 对吧 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什么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 完全听政府的 就是为那点钱 中国的经济一旦就是说 被中共的就是给给搞坏了 被习近平搞坏了以后啊 就是没钱了 发不出钱了 这个什么公务员都降薪了 那些什么警察呀 什么什么居委会的人的话 他们就拿不到钱 拿不到钱 他们不会好好工作的 而如果要是说 没有这些高科技在后面 自动的去监控人的话 中共没有这种算力 没有这种存储 没有这种分析能力的话 中共对民众的监控一下子就瓦解了 瓦解之后的话 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 至少在这一个领域 或者在这一个角度上来说 中国人民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中国人民 他们就有可能真的就是 呃 在某些方面能够联合起来 或者串联起来 因为没有中共的监控了嘛 大家不再是一盘散沙的时候 就真的有可能会就是说 动摇中共的这种统治 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样监控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共 这个真的这个对半导体这个产业的限制 它的这个影响会非常的巨大 我希望能够它的效果尽快的显示出来 当然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一段时间 由于没有计算机的这种算力啊 或者是这个通信的这种很快的设备 可能会觉得不方便一些 但是再不方便 也没有现在被中共高科技看得死死的啊 就是这个什么禁足在家里面 也不会有现在这样更加不方便啊 所以我觉得呃中国人民 如果要争取自由的话 还是应该觉得认为哈 就是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的 这也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哈 我觉得这个半导体这个方面的禁运 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我们要密切的注意和观察 对来它发展的这个方向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呃最后呢想感谢大家这个对我们呃 这个就是这个频道的支持吧 你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 嗯 确实可能是不断的在传播这个频道哈 造成它的浏览量 现在在呃增加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也非常感谢购买中华文明史 精装版实体书的朋友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会成巨著 百家大义 娓娓到来 希望之声精品网 希望之城 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第二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 为您重现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之珠 让您在轻松的观赏中 汲取古老的智慧和对当代的启迪 今天就登陆 Land of Hope.tv Land of Hope.tv